各位台中榮總的粉絲們,大家午安 歡迎來到戒嚴治療管理中心跟健康管理中心的聯合直播 我是戒嚴治療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也是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朱衛銘醫師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中心的護理長夏珊 大家好,我是戒嚴治療管理中心戒嚴衛教師何邦慈 對,所以大家一定很好奇為什麼我們請到健康管理中心的護理長 夏珊護理長跟健康治療管理中心的方慈各管師來跟大家做這個直播 是因為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跟這兩個主題都有相關的話題 所以我們今天會用很簡短的直播時間跟大家分享三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就是說,大家常常對抽菸的一些危害是不太了解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到底抽菸會有哪一些的危害是特別需要注意的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既然知道抽菸有這些危害的 比方說假設我們自己不抽菸,但是我們常常可能家人有抽菸 或者是社區的民眾或者是同事有抽菸 可能會吸到二手菸跟三手菸 要怎麼來選擇合適的健康檢查才可以早一點找出身體上面的問題呢 這個是關於健檢的部分 那最後呢,我們就要分享第三個主題就是說 那大家會聽到覺得這個菸害好像很可怕 那要開始戒菸,所以就很多人可能就是從兩包變成一包 或是從濃菸變成淡菸 那這樣的戒菸的方式是不是有效果呢 就會今天請到了兩位的專家來跟大家做一個解答 那今天的直播呢,我們的就是戒菸治療管理中心的方慈 也非常的貼心準備了很棒的小禮物喔 這個是一個耐熱的保鮮盒 而且是很大的一個保鮮盒,800cc 我看都非常的心動 所以呢,各位的來看觀看直播的粉絲朋友 只要在直播的我們直播下面留言四個字叫做 為愛戒菸 因為接下來就是我們520快要到了 520我愛你,為愛戒菸 從新開始 為愛戒菸四個字在留言,在按讚,在留言,在分享 我們直播視訊就有三位的觀眾朋友 可以收到我們這個非常好的這個耐熱的保鮮盒喔 好,那大家要記得去按讚留言分享 那我們今天第一個主題就是來介紹 就是到底抽菸有哪一些的一個危害 我們常常聽到抽菸不好、抽菸不好 但是實際上抽菸有什麼危害 其實要講好像也不是這麼容易可以講得出來 接下來就請到我們的一個專家 我們請方慈來幫我們解答一下 到底抽菸會有哪些的危害 好,其實抽菸對身體的危害很多 不只是肺癌而已 那因為呢,菸草裡面有七千多種化學物質 而燃燒的時候有九十三種致癌物質是確定被驗出來的 所以呢,對於我們的心血管疾病啊 肺癌、胰臟癌、口腔癌等等都是有影響的這樣子 嗯,所以不是只有菸或者是尼古丁有危害而已 抽菸的時候裡面有說剛剛說七千多種的化學物質 而且燃燒的時候就有九十三種的這個致癌物質 會一直殘害我們的身體 所以剛剛方子也提到了很多相關的一些疾病 比方說心血管疾病或者是癌症 那從頭到腳你可以想像中的癌症 大部分都是跟菸害有關係的 包含了頭頸癌、口腔癌、乳癌或者是胃癌、乍腸癌等等 其實都跟菸害有關係 所以大家真的是聞菸色變 那應該要趕快來戒菸 或者是勸告我們周遭的家人朋友 一起來加入我們戒菸的行列 但是其實有時候要勸別人也是很難勸的 比方說同事在抽菸啊 或者是家人在抽菸啊 那我們自己不抽菸 但是要勸他們抽菸蠻困難的 那但是也會擔心說 我們自己吸到這些二手菸跟三手菸 會不會對自己的健康造成什麼樣隱形的危害 是不是可以透過健康檢查來發現呢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請到 我們健康管理中心的下山護理長跟我們分享 如果你很擔心 或者是你有這個暴露在二手菸跟三手菸的環境之下 應該要怎麼來選擇一個合適的健康檢查 的確那品質優質的品質 然後一個創新的一個服務 一直都是我們健檢中心的一個服務品質目標 那健檢中心也在108年呢 重新裝潢了改建 然後增添了不少的一些新儀器 那很多人大家都覺得 那個健檢值是個抽血 那方慈剛也提到了抽菸的危害 食道癌 胃癌 膀胱癌 胰臟癌 甚至於肺癌 心血管疾病 血脂都會偏高這些 那只是靠抽血能夠知道嗎 其實也不全然 所以有一些 對 所以有一些的高階的儀器 譬如說肺部電腦斷層 心臟電腦斷層 甚至於全身的持症照應 都可以讓我們更細緻 甚至於胃腸鏡 更清楚的知道我們的健康問題 那超前部署 了解一下 當然也不是說做健檢 然後就健康 真的重要的還是要戒菸 謝謝夏三護理長 所以除了剛剛護理長提到很重要的就是 有時候抽血很難檢測出來 比方說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或者是癌症的發生 所以現在我們健康管理中心 健檢中心就很多比較高階的檢查 像是低劑量的肺部電腦斷層 或是低劑量的心臟的血管的 一個電腦斷層等等 那像其實呢 我自己分享我的經驗就是 我媽媽 我也有去鼓勵她 去做這個自肺 做這個低劑量的肺部電腦斷層 因為她不抽菸 但是我爸爸以前有抽菸 所以她也是暴露在這個二手菸的環境之下 那到40歲之後 我就很鼓勵媽媽 也要去做這樣的肺部電腦斷層 去早一點的去發現 可能的一些狀況 那所以呢 當然就是 有一些檢查可以來發現 我們這些抽菸帶來的一些疾病 包含了心血管疾病 或是癌症是很好的 但是最最最最根本的還是希望 那真的有在抽菸的人要戒菸 那不只是為了自己 也是為了家人 包含你的太太 先生 小朋友 長輩等等 但是很多人就是聽到 我問他要不要抽菸的一個朋友 問他有沒有戒菸 他就說 有啦有啦我有戒啦 我就本來抽兩包 現在變一包啊 或者本來有抽那個很濃的 我現在都抽淡菸啦 那這個是我們很常聽到的一個 不管說是藉口也好 或是他自己覺得 這個是有他改善的一個方式也好 但是我們常常想要知道 就是這個到底真的是有用的嗎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請教方詞 就是從兩包變成一包 或是從濃菸變成淡菸 到底有沒有效 嗯 根據國家癌症中心的這個報告來說呢 因為濃菸跟淡菸的化學物質 還有致癌物質都是一樣多的 所以呢 在濃菸改成淡菸的時候 反而會不自主的吸得更大口 而且吸得更深 這樣子呢 在罹患一些肺氣腫或是心血管疾病的時候 其實風險是一樣的 就是他會不自覺抽很大口這樣子 淡嘛 比較淡這樣 嗯 所以其實這些危害物質 還是殘留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那世界上沒有安全的菸這樣子 所以只要釋取菸品 對我們的身體都是一個累積跟一個傷害 非常好 就是說世界上沒有安全的菸 所以不管是吸濃菸吸淡菸 或是抽兩包變成一包 那其實還是有接觸到這些致癌物質 那包含了像現在星星的一些 像是電子菸或者是加熱菸 也多少都有這些化學物質 跟相關的致癌物質 所以其實呢 對健康都是不好的 那我們應該要全面的來拒絕 這些任何的形態的一個菸品 不要讓這些致癌物質 跟化學物質 一開始就進到我們身體裡面 或是變成二手菸或三手菸 去殘害我們的家人跟朋友 那今天非常開心的 就是用了很簡短的時間 那請到兩位的專家 他是我們健康中心的夏山護理長 跟我們健康治療管理中心的方慈 跟我們分享了三個主題 首先來跟大家回顧一下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其實煙害裡面有七千多種的 這個化學物質 跟九十幾種的致癌物質 所以其實抽菸真的是 對身體非常堵的 會造成全身上下很多的疾病 包含了心血管疾病 或甚至是失智症 或者是全身上下各式各樣的一個癌症 那如果第二部分就是說 如果我們擔心 我們自己有接觸到這些二手菸跟三手菸 那除了一般的抽血檢查之外 那現在在健康中心 有很多比較高階的一些影像學的檢查 像是低劑量的電腦斷層 或者是心臟的電腦斷層 或者是全身的核子共振檢查 可以早一點檢測出來 有一些微小的變化 第三個部分就是 那至於真的想要接驗的朋友 如果是想要從濃菸變成淡菸 或是兩包菸變成一包菸 到底有沒有效果呢 剛剛方慈就跟我們說 其實這個是沒有效果的 而且你可能會越吸越大口 那其實進去裡面身體的 化學物質的濃度還是一樣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拒絕 所有形態的一個菸品 包含了紙菸 電子菸跟加熱菸 我們都要來拒絕 那今天非常謝謝兩位專家 在我們的現場跟我們 講了這麼的重要的一個知識跟觀念 那要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要來在我們的這個直播視訊下面呢 那按讚 那分享 那加加上留言四個字叫做 為愛戒菸 那最後是520我愛你為愛戒菸 重新開始 那因為5月份呢 是我們一個世界戒嚴日的一個活動 所以在5月20號呢 台中公總戒嚴治療管理中心 也有一個戒嚴週的一個活動 所以在當天呢 會在我們的門診的前洞的大廳 會有很多的一個闖關的一個遊戲 以及一個專家的一個講座 那也歡迎各位民眾呢 到時候5月20號的時候 早上呢可以來 下午也有一整天呢 都可以來參加我們這個戒嚴的活動 一起來響應我們的戒嚴 讓大家都可以真正的得到 一個很好的一個健康 那今天再次感謝兩位哦 謝謝 那大家不要忘記去按讚留言分享哦 那我們台中公總的直播呢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